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及格 怎么还能获得六四奖学金 大家质疑她的教育腐败 她女儿能上好大学 是因为她爸爸是个高官 而除了司法部长被质询之外 还有另一位女士被质询 也很有意思 这次被质询的女士叫赵承煦 今年已经55岁了 她是韩国首位获得哈佛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在韩国经济学界非常有名望 她现在是韩国首尔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 刚刚被提名接任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 按说这样一个很有名的女教授 要接这个高官 此前人家还在学界 也没有什么机会搞贪污腐败 又是个女学霸的人设 那这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结果在质询的时候 韩国保守派的一位议员就直接问她 说赵女士你现在结没结婚 赵女士挺腼腆的说 我虽然55岁了 但是我现在至今未婚 结果您猜怎么着 这位议员就说你的履历非常好 简直堪称100分 但是呢你没结婚 你没生孩子 你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啊 你最大的一个责任是应当 给这个国家养育后代啊 人家这位议员还说 你知道韩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还没怎么回答呢 议员就抢先说 韩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生育率 韩国的生育率已经排在全球最后一名了 如果都像你这样 为了自己的出人头地啊 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话 以后韩国连人都没有了 在国会这样一个很庄严肃穆的场合 这位议员竟然问这个高官 姐妹结婚这种私人问题 甚至因为人家不生孩子就指责他 自然韩国很多舆论 纷纷是攻击这个议员的 说你这个对女性歧视啊 女性怎么就不能不结婚不生孩子了 人不结婚不生孩子 那是人家自己的选择 是的 这些舆论都是没问题的 可反过来想一想 为什么这位保守派的议员 这么着急要在国会的殿堂问这个话 他也一定是想挑起这个议题啊 让更多的韩国人知道 因为众所周知 就像他说的那样 韩国的生育率太低了 现在看啊 这简直是东亚民族的通病了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我国也好 生育率都在急速下跌 甚至前两期节目 我们还做过比较 我国辽宁省跟韩国体量人口差不多 我们辽宁省的生育率跟韩国也差不多呀 我们也很有危机感呀 有人说啊 这个东亚模式简直是hard模式 地狱模式 为什么 东亚的人民都非常勤劳 相比于西方很多国家 咱们东亚的人工作起来 那真是不要命啊 而且生存压力还大 不但我国年轻人生存压力大 日韩年轻人 你以为这个生存压力就小吗 一点也不小啊 以往咱们说20岁左右结婚啊 25、6岁开始 是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 今天对于很多韩国年轻人来讲 35岁甚至40岁结婚 那都是正常现象 像这位女学霸这样55岁不婚 当然估计她这辈子恐怕也不会结婚了的 那也是大有人在的呀 在这一点上 我们跟西方很多国家还真是没法比 大家记得吧 新西兰有位女总理 这位女总理在担任总理的同时 人家还怀孕了 还生孩子了 还带宝宝了 一国的政府首脑都能在工作的时候生孩子 这对全体老百姓是个多大的鼓励 所以我相信这位韩国议员也是想通过这个事 激励韩国老百姓得多生孩子了 多生孩子 有人口了 有人在了 你这个民族和你这个国家才能延续下去啊 否则真像他说的那样 每个人都做成像赵女士这样的女学霸 自己的发展是很好了 可是 韩国还有人了吗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也许是 好 早安 新闻